自明的工业意外 不单止奪去人命 也都摧毁一个家庭 两年来就怎样 都是这样恐恐惚惚过 尤其在夜晚收工那些时间 一天到开门来就好像自己流过回来 怎样才可以防止下一个悲剧发生 我们修例工作 重点就是将佛制的水平提升 这个是无效的 不如拿多些资源出来 是增加工人的安全意识 身体是自己的 有什么事情老闆又不负责任的 大不了就不要跟他做 工业零意外 是不是只是一句廉价口号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工业意外一宗都嫌多 但单计去年上半年 香港平均每天都发生 超过20宗的工业意外 已近十年 几乎每年都有二、三十人丧生 外规雇主大部分 只是被判罚几万元 政府就说会修例 提高罚则加强阻壳性 是不是有用呢 这些钱包就是我老公 送了这些钱 这些钱我放在这里 捉了两年 一猴子都没拿出来 就算没饭死也不会拿出来 全部都是我老公留给我的纪念品 真是摆死了 有时挂着她时 就拿出来看看她 2020年1月11日 是书小姐终身难忘的一天 张冠澳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个工人被碎石机夹到 送院之后不治 那些1月11日早上 我老公认真出门上班 九点钟还打个电话来问我 问我有没有更早起床 在外面冻 还问我有没有吃早餐 这次是书小姐 跟丈夫最后一次通话 几个小时后 她就收到电话 通知她去医院 她的头发都破了 脸、身上都在树 她的头发都在白山堡 沉着她的头 全身被机器搞得很嫩 那时真的不信我老公离 丈夫过世已经两年 书小姐还未能释坏 每次好像你听到 楼下有声音 虚名等等声音 好像都掛念 尤其是夜晚 下班的时间 一天到开门 就好像自己老公回来的样子 很多朋友都由我搬走 知道吗 我真的不想离开 我离开之后 我怕她找不到回来 意外之后 书小姐和儿子都处理不了情绪 母子的关系变差 而追讨赔偿的官司未完 他们的生活更加多重压力 我现在对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真正困难 那些连房租 连房租都够不起 现在都要两个月没够房租了 我跟她说 遲些 遲些就一定给她 其实这些过程很辛苦很艰难 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等到四年八年 等到何年何月 协助书小姐的工业商望权益会 总干事萧善文说 他们跟进的个案里面 最快都要一两年才得到赔偿 因为大部分过身的都是经济支柱 他们的工商赔偿 其实快的都要年多才得到 所以变成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 他们是面对一个经济的问题 如果对于一些没买保险的个案 通常雇主都没有钱 那就是要向雇员补偿 换助基金去申请赔偿 通常搞得来都要六七年 或七八年才得到赔偿 根据劳工厨最新的数据 在2020年 香港发生大概7200宗的工业意外 五年平均有9800多宗 每千个工人计的意外率持续下跌 最新的数字是12.4 但是工业意外的死亡人数 没有大变化 2020年有21个人死于工业意外 我相信是亦都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 或者各行各业他们有一些措施的改善 比如饮食业 他们又有推防卦鞋 那些手套 各样就令到厨房的意外减少 我们看到其实都不少是饮食业的个案减少 从以往过万或六千多到近年三千多 都看到一些回落 劳工厨认为过去20年 香港的职安建水平有显著提升 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最糾结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那些严重的 有致命的职安建的意外 这几年都徘徊在每年20宗左右 那我们就问自己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再控制它好些 现在规管职安建的法例 主要是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和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为者经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 和监禁12个月 上年年初 舒小姐丈夫工作的两间公司 因为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和相关的规例 分别被判罚款55,000元和4万元 舒小姐觉得不可以接受 出了更大的人名 它是更大的公司 它才罚几万元 哪里是纸 死一个人罚几万元 它这些公司 死了一千人、一百人 都死得起 什么罚也不用罚 等它就它经营 近年法庭判罚违规固主 平均只有几万元 而在2019年969个被定罪被告中 大概三成四是属于灌犯 劳公署认为 判刑未能反映罪行的严重性 政府在2019年 就检讨相关法例进行资讯 重点是在于提高罚则 预计今届政府任期之内 会向立法会提交授定 一般的责任条款 那是针对雇主的 那目前最高的罚则是五十万 我们最终的定案是没有提到的 但肯定针对这个罚则 会大幅提升 除了我们目前说的这五十万 那个做法是用简易程序去做之外 我们会再引入一个新的 一个可以通过一个可供数的程序 是针对一些极严重的 一般责任的条款 可以再施加一个更加高的最高罚则 不过有建筑商认为 发生工业意外纪录 会影响日后投标政府工程 对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阻害力 提升罚则的作用不大 这个是没有效的 业界其实已经做互尽 就是差不多可以说做互尽 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安全 绝对不是因为要省成本 而罔顾这些安全措施 所以增加罚款只会令到 增加建筑公司的负担 增加负担的负担 其实对于小的建筑公司 反而那个伤害最大 因为他们的付出不是那么容易 而我会觉得 如果是要这样 不如拿多些的资源出来 是增加工人的安全意识 对我们来说 罚则已经去到最后 其实你想做好的职安建 你一定前期工作 即是说预防 你的施工的设计 无论是老板工人 他对于安全意识 如果有提升的话 这些通通都可以保障到施工安全 去年年底 小河湾污水处理厂 有工人跌到沙井 造成一死三伤 七立国地盘有两个工人 在污水井检查的时候 怀疑吸入不明气体 昏迷多下 气候不止 这一只瓶是叫六星瓶 即是说理论上 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三十分钟的东西 不要怕浪费 先吸一口气 大力吸一口 沙井 污水渠等等 密闭空间经常出意外 从事管线工程 超过二十年的环境认为 工人和管理层的安全意识 都有待提升 工人上 现在为什么还有人 冲入密闭空间 就是他们意识不够 譬如有些人想当然 没有事不出事 至于管理人员的意识不够 可能有几件事 一可能他们为了工期 第二可能为了成本 第三就是真的意识不够 即是说他们可能 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 根据法例要求 要成为合资格 在密闭空间做事的核准工人 只要上八个小的课程 学什么叫做密闭空间 有关法例要求 潜在危险等等 另外只要上十六个小的课程 并且至少有一年的相关经验之后 就可以成为合资格人士 为密闭空间进行评估和建议 我们现在很提倡一件事 就是密闭空间是高风险的 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换言之不应该每一个人 或者我们不应该期望 每一个人都做得到这个要求 我们是要经过实际的培训 再加上实习 才可以做到这个要求才对的 2017年的7月 红陷一个地下管道工程的建筑地盘里面 三个工人做手押隧道工作期间 愈力死亡 在近年比较严重的密闭空间工业意外 当年黄敬已经提倡 要提升拿到专业资格的要求 课程除了理论 还要有实习和考试 期望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一天要学完 其实这个是有点自欺欺人的 第一 第二就是实习是不存在 很多东西 你课堂考试100分都好 你出去没有实际经验 其实他是不会知道怎么处理 黄敬在2017年 以学会代表的身份和劳工厨开会 建议要提升工人资格要求 劳工厨同年的12月 发出了手押隧道工作的安全与健康指引 具体表明 只可以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进行手押隧道工程 但是就没有采立广景的建议 现在的管方很多时候 就是咬文着字 其实他们实际的经验不多 所以有时他说出来的东西 可能在文书上做得到 但现实环境未必做得到 我们要求不是文章上的提高 而是实习上的提高 操作上令人更熟悉的运作 意外里面受伤的工友 要复工会面对什么困难呢 我们下次再看 讲起工业意外 大家可能觉得都是地盘出事 建造业的确是工危的行业 日七去到20年间 就有11000宗工业意外 但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乎 装修、维修等等的小型工程 涉及高空堕下、触电致死等事故 不能看少这些小型工程的危机 法例规定要入地盘做事的工人 全部要接受强制性基本安全训练 拿平安卡 也要入进和地盘 还要拿进和卡 2020年开始 我们所有公司的地盘工人 无论是我们的工人 或者是分判商的工人 都必须在这里上了三个小时的堂 课堂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学理论 其余四分之三是体验课 很多时都听到地盘的师傅 或者同事在挑战 就说那些帽子很差的 很脆弱的 做过样子的 所以都安排了这部机器 模仿了 其实安全帽 当遇到有宠物向下坐的时候 其实都很硬正的 今天就会给大家试一试 转动的时候夹到的话 其实那个力量很大 难可 如果没有跟我们法律标准 高中栏的高度 譬如有机会他们只搭一条中栏 上面工作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机会令工人会掉下来 如果意外发生的时候 工人会感受到有些失平衡的感觉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公司主席李嘉伦说 很多时地盘发生意外 是因为工人贪方便或者疏忽 没有做足公司要求的安全措施 所以他们要加强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 设立这个安全培训中心 花了过百万 但他说已经提到成效 提到的意思是说是没用的 你说了无数次 所以我们为何找到这些东西 就让他们经历一下 到如果真的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是怎样 或者那个后果是怎样 过去两年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意外率 是差不多一半 即50% 公司也都设立独立的安全部门 每个星期会去到地盘巡查 如果有安全隐患 就要写报告 直接向最高管理层回报 另外他们也都在很多机器 加装安全装置 李嘉伦否认 业界为了赶工或者是省成本 而牺牲了工人的安全 我不是我们公司 我们整个业界都已经尽了很大努力 是从来都没有人 因为要省成本 就罔顾安全的 如果你说真的成本 之后的结果可以影响成本 可能更高的 安全有事故 不单止要停工 那时你想快反而反而慢 2020年 全港大概有7200宗的工业意外 建造业佔三成半 而装修、维修等等的小型工程 也是其中一个重在区 除了有一个高的佛质 我们还要相关的一些措施 是令到监察到 那个雇主或者是那个承建商 在一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触犯了有关的法例 现在经常发生意外的地方 就是一些小型工程 而这些小型工程 过往勞工处的巡查力量很薄弱 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样的工程 你怎么去巡查呢 谢谢 叶先生是其中一个个案 我是做屋苑维修的 经常要到处走不同的屋苑 多数都是做外场维修 按法当日 我就听老板的命令 就去某个屋苑做事 在单位爬出个棚架 经常出出入入 不小心地滑一滑 我的膝头就拍到在窗上 医生诊断他半月板撕裂 要做手术 不过叶先生的老板就说 他打一日新工是自顾人事 不会负责 事后又将他解雇 我觉得表明立场 你付我责任 付责任给我五份死我 我好我自然帮你继续工作 他在电话里和我说 你凭什么 我要赔钱给你 其后劳工署控告叶先生的老板 工商期间解雇他 违反雇员补偿条例 罪名成立 被判罚款合共四万元 起码一个好消息 继续撑下去 千万不要放弃 你放弃的话 你就等于助走些无良雇主 按言行的法例 施工期少过六个星期 或者是请十人以下的小型工程 不需要向劳工署情报 劳工署正准备修订职安建法例 收紧情报的准则 将来这些尤其是吊爬一些 风险高 虽然施工期很短 牵涉人很少 他要三个工作天前 要跟我们劳工署情报 那就加强我们掌握整个情况 在我们的巡查和执法方面 再进一步加强 叶先生停工以来都没有收入 即是能够去排公立医院 现在他每三个星期 去做一次物理治疗 排了期一年 最近才见到骨科医生 其实康复了有一半 但是感觉根本就没有可能 会完全好得上 特别是蹲下那一刻 还未够四十岁 刚才是我黄金时间 医生都跟我说要转行 其实我做了这行 做了接近二十年 我已经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士 突然间你叫我转工种 我不知道我做到什么 听到很灰 叶先生想用自身的经验 圈高其他工友 其实很多案件都是一样东西 老板是不肯增加资源 在这单工程里面 和安排人手 以前我不敢出声说话 老板说什么 我就照做什么 不敢搏嘴 身体是自己的 有什么事老板又不负责任 大不了的 就不要跟他做 劳公主正筹备 推出为期三年的工商雇员 福康先渡计划 以建造业工商雇员为对象 为他们提供私营门诊 服康治疗服务 正就服务承办机构照标 我觉得在医疗上有帮助 至少可以缩短工友去看 公立医生排 专科排得长的情况 他们比他短期内 可能是不要错过一个 黄金的服康期 我们说黄金服康期是三个月 很多时候如果排公立医院 肯定就已经坐过了 肖市民期望政府修例 可以处理工商员工的复工安排 希望可以访效到外国 立法要求雇主必须提供复工 如果受了伤后 做不到原本的工作纲位 雇主就要安排其他的纲位给他 另外如果整间公司 都没有适合他的位 他可能就要协助他 去进行其他的培训 以令他容易在外面 找到新的工作 看看大家关注工作压力 和预防工商的 里面有单张的 多谢你 工业商王权益会每周有三四天 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做展览 我们相信职业安全 所有人都有责任 无论他是老板 他是管理阶层 专业人士 前线的工人 不同纲位 不同行业 都有他们的职业安全 要注意的东西 而不单是注意自己安全 更加要注意别人的安全 这种宣传模式 他们已经做了十多年 肖市民认为 安全教育才是最重要 一定是长远的 教育这件事 也不是一时三刻 做了你就有一个成效 我们要看长远 当这些安全讯息 越多去接触区 越多去接触市民的时候 长年累月来说 就会看到那个成效 近年政府提倡建设智慧城市 如果可以利用科技 取代所有的危险工作 打造智慧职场就更加理想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